故事发生在明朝 在冀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 住着一位名叫赵二宝的年轻人 赵二宝的爹娘都是普世的农民 夫妻两个在村子北面的山脚下 开了几块农田 平日里种一些粮食和蔬菜 等到收获了就挑到集市上去卖钱 日子虽说不富裕 但是赵家从来不愁吃喝 赵老汉农贤之余 会带着赵二宝去后山打柴 赵二宝不怕苦不怕累 打起柴来十分卖力 有时赵老汉忙于干农活 二宝就独自上山去打柴 赵二宝天生胆子大 从小跟隔壁王伯习武 不仅身体好还会一些功夫 鉴于此 赵老汉和妻子从不担心儿子外出砍柴 安心打理着弟弟的庄稼 话说有这么一天 赵二宝腰别斧头 扛着扁的像往常一样朝后山走去 一个多时辰以后 赵二宝来到半山腰处 此时村里的三强正拿着弓箭在附近狩猎 二宝 又上山去打柴呀 怎么救你自己呀 赵伯呢 三强说道 啊 今日正好收粮食 我爹娘在地里忙着活呢 家里没有柴火烧了 爹爹就吩咐我来打些柴火 三强哥 今日收获咋样啊 赵二宝问道 哈 我才来不久 还没收获 再过一会儿 我去深处再看看 那我先走一步了 去吧 没准咱俩还能碰面 你小心一些 有事你就大喊我 三强说完后 赵二宝朝着山里面走去 又走了一会儿 赵二宝在一片树林里停下了脚步 他抬头看了看天 炙热的阳光被茂密的树叶子给挡住了 赵二宝自言自语道 这里果然凉快一些 这样打起柴来就不热了 言霸 赵二宝拿起斧子就开始砍柴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 两弹柴火就打好了 赵二宝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挑起担子就开始往山下走 此时林子里传来鸟儿的鸣叫声 赵二宝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 心情十分美丽 走了没几步 赵二宝忽然听见不远处的树林里 传来一阵哀嚎 他赶忙朝着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草丛不停的晃动 一只白兔嗖的一下跳了出来 就在此时 草丛里爬出一条大蛇 一口咬住了白兔的后腿 白兔吃了痛 不停的哀叫 眼巴巴的盯着赵二宝 赵二宝一看白兔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顿时起了恻隐之心 那只白兔如此可怜的看着我 我若是不救真是太过冷漠了 好吧 我就救他一次 赵二宝见那条大蛇没有松口的意思 他赶忙扔下扁他 从腰间抽出斧子 大声喊道 住口 你别再伤害那只白兔 那条大蛇咬着白兔的腿 就往草丛里拉 赵二宝很快跑到了跟前 大蛇见到他 狠狠的盯着赵二宝 可赵二宝拿着斧子就要上前阻止 此时大蛇松开了口 随后用身体将白兔捆住 吐着信子看着赵二宝 赵二宝心里有些害怕了 毕竟这条蛇体型很大 赵二宝第一次遇见这样大的蛇 光看着就足够让他浑身发抖了 想要从大蛇口中救出白兔 那可不是轻易的事情 弄不好小命都得搭进去 可赵二宝主意已定 说啥也要救出那只白兔 赵二宝拿着斧子站在那里 大声喊道 你把兔子放了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大蛇压低了头 朝着赵二宝就凑了过去 赵二宝害怕不已 赶忙往后退 忽然大蛇张开了嘴 朝着赵二宝就咬了过去 赵二宝从小习武 伸手敏捷 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你这个家伙果然冷血 看我如何收拾你 赵二宝举起斧子 就朝着大蛇冲了过去 眼看就要打到蛇身子了 那条蛇一个白尾 直接将赵二宝抽倒在地 赵二宝 哎呦一声 随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摸了摸大腿 被抽到的地方隐隐作痛 此时那只白兔还被大蛇给捆着 两只眼睛可怜巴巴的看着他 眼圈里似乎还有泪水在闪动 赵二宝见了 他的心颤动了一下 大蛇看了看赵二宝 拖着身体就要走 赵二宝被大蛇抽倒在地 十分生气 他忍着疼痛又冲了上去 今日就算搭上性命 我也要把你收拾掉 说完他一斧子 就朝着大蛇打了过去 大蛇赶忙闪躲 躲过了攻击 赵二宝顺势便使出一招将计就计 两腿一蹬 随即转身 趁着大蛇不备 一斧子就打在了大蛇的尾巴处 大蛇吃痛随即松开了白兔 白兔趁机逃了出来 钻到赵二宝身后的草丛里 消失不见了 大蛇不等赵二宝站稳脚步 吐着信子朝着赵二宝袭击了过来 赵二宝见识不妙 一边躲闪 一边大声呼喊 三强哥 快来救我 此时的三强离着他并不远 他正在林子里寻找猎物 忽然听见了赵二宝的大声呼喊 坏了 赵二宝肯定是出事了 三强朝着喊声处快步跑了过去 赵二宝一边躲闪 一边不停的喊着三强哥 就在赵二宝体力不支 那条大蛇张开嘴巴 欲要再次攻击的时候 一只剑朝着那条大蛇飞速的射了过来 不偏不正正好打在了大蛇的脖颈处 赵二宝转身一看 三强哥手中拿着弓箭 正站在身后 赶紧跑 三强说完 二人撒腿就跑 大蛇被射中了脖颈 一吃痛 朝着树林深处快速的逃了 三强藏在山中狩猎 如此大的蛇 他也是头一次见到 两个人害怕不已 一溜烟跑回了村里 你说你呀 打柴就打柴 招惹那条大蛇干嘛呀 多危险呢 三强喘着粗气问道 是因为一只白兔 赵二宝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说了出来 嗨 就是一只白兔而已 你为何舍命去救他呀 你若是喜欢 明日我送你几只 赵二宝摸了摸脑袋 憨憨一笑 没有再说啥 两人闲聊片刻 各自回了家 这次遭遇之后 赵二宝不敢再去那片深山老林了 三强依旧拿着弓箭 在山中狩猎 不过他早就把送兔子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了 日子一天天过着 赵二宝和父母 一直没有再见过那条大蛇 两年后的一天晚上 赵二宝的母亲 对赵老汉说 二宝岁数也不小了 咱找找媒婆子 赶紧给儿子说亲吧 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已经成亲了 就他呀 还没个媳妇 言之有理呀 明日你就去找媒婆 让媒婆给张罗着 赵老汉说完就回屋睡觉去了 过了没几天 赵老汉和妻子下地去了 赵二宝拿着斧子 正要去山里打柴 此时院门被敲向了 赵二宝打开门一看 眼前站着一位妙龄女子 女子长得十分漂亮 一袭白衣如同仙女一般 女子微微一笑说道 赵公子别来无恙 赵二宝看了看身后 心说没人呢 哪来的赵公子 女子看他如此憨实 不禁笑出了声 两年前你救过我 难道你忘了吗 女子轻声说道 我与姑娘只是一面之缘 何曾救过你呢 姑娘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还要去打柴 姑娘请自便吧 赵二宝说完就要出门 你还记得两年前 曾经舍命救过一只白兔吗 赵二宝一听 一下子回忆起两年前那次遭遇 那次他涌透大舍 后来在三强哥帮助下 这才死里逃生 如此深刻的敬礼 他怎能忘记 赵二宝点了点头 女子又说道 那就对了 我就是那只白兔 今日小女是上门来求亲的 以报答赵公子救命之恩 赵二宝就大吃一惊 难道眼前这位貌美如花的女子 真是白兔所辨 可即便姑娘漂亮 但终归是人妖殊途 与她成亲 爹娘那里又如何交代 面对上门求亲的貌美女子 赵二宝陷入两难 女子看了看 不禁笑出了声音 公子果然是个老实人 你不必多虑 倘若你我不说 别人又怎会知道我的身世呢 赵二宝一听觉得有道理 只是他家贫 自己只是个侨夫 怎能给他幸福呢 姑娘三四 我家世代为农 并非大户人家 姑娘若是跟了我 怕是要吃苦受累 小女子的命是公子所救 此次来求亲就是报恩的 又岂会闲贫爱妇呢 赵二宝被女子的真诚所打动 如此貌美贤惠的女子来求亲 赵二宝岂能拒绝 他将女子迎进家门 带到爹娘回到家里 赵二宝便将他与女子 欲要成亲之事说了出来 赵老汉一听 险些跌倒在地 这般美貌的姑娘会嫁给赵家 赵老汉不敢相信 几日后 就在赵老汉半信半疑中 二宝与那位姑娘成了亲 赵二宝为妻子取名为白真 白姑娘不仅贤惠 还很能干 只是他一生只吃素菜 婚后第三年 白姑娘给赵家 生下一个胖小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十分幸福 几日后 三强拿着两只兔子 前来找赵二宝 给 这是我答应你的兔子 快拿着 赵二宝摸了摸头 笑着说道 三强哥 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有喜欢的了 说完赵二宝转身回了屋 三强拎着兔子 不住的挠头 他说的啥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三强转过身 拎着兔子回家去了 白姑娘 一生只为赵家生育一个男孩 赵老汉给小孙子取名为赵白梦 后来赵白梦高仲 做了一方支线 赵二宝病逝的第八天 白姑娘也从此销声匿迹 没有人再见过他 赵老汉 拎我 白姑娘也从此销声匠 拎着